OK接下来开发路由 就有了三天之后 这个登陆基本上就不成问题了 所以说登陆我们就在路由这个地方一块讲 开发路由第一步肯定是先复用之前的代码 就之前写的我们不能丢下去吧 像这个mycycle的访问啊 登陆中间键controller还有model这一些 我们就可以直接服用 包括我们之前讲那个登陆的时候 去加密密码的那个加密的一个方法 也可以直接去服用 然后速度化路由并开发接口 这个接口我们其实路由和接口 我们已经开发了两个了 只不过里面什么都没写而已 一个是list一个是login 那我们现在mycycle接了中间键 接了controller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接口去完善起来 对吧 最后呢是40连条 40连条这个其实就是直接 启动我们的前段代码 然后启动index去连条就可以了 好我们代码演示一下 首先第一步啊 我们到控制台中 这是redis client的控制台 我们现在可以推出出来 然后在我们的server的控制台中 我们先去安装两个东西 第一个呢叫mycycle mycycle肯定要安装 要不然数据库联盘不上了 第二个叫xss xss是我们代码中 有一些防xss攻击的一些代码 那个引用到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淘宝金箱的地址 拷一下 ok安装完了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server就可以先启动一下 好我们回到代码中 代码中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打开这个之前那个blog express那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有个model model可不过来 然后右击model文件夹 选择复制 拷贝 然后再右击这个blog call2文件夹 选择paste 粘贴 然后model就过来了 model里面其实就存的那个server model和error model 这两个要返回的模型 对吧 跑过来放这就不用管了 先不用管了 然后再往下呢 是和数据库相关的东西 我们先把这个config里面一个db.gs 给它拷贝过来 就直接把这个文件夹拷贝过来吧 ok config里面db.gs已经拷贝过来了 好 拷贝过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其实我们之前说过这个redisconfig这个东西呢 就这个里面redisconfig它是分这个环境参数来去设置的 虽然说db环境和production环境都是连的本地 但是这是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教程的一个问题 如果是真实的项目的话 它不可能是都连本地 对吧 所以我们这儿把这个redisconfig拷贝一下 那我们要用到什么地方呢 用到这个app.gs中 requireconfig db 这个呢 要用到哪 要用到这个session连接redis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能直接写死 我们要写成一个page 就是config.host 然后加上什么 可以直接写一个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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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sion config.host 然后后面冒号 端口 端口 再是什么 再是这个config.pods OK 这样的话就已经从配置中去获取这个redis连接的地址 这个地方不能写死 写死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事情 因为本身它就不符合这个设计原则和设计规范 好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去继续拷贝 我们先关掉app.js 我们接下来要把db db里面这个mysicle直接拷贝过来 我们直接去把内容拷贝吧 因为这个redis.js我们暂时不用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去建一个db的文件夹 然后在这里面建一个mysicle.js 然后把代码给它粘贴上 好保存一下 对于相当于拷贝过来了 对吧 OK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controller拷贝过来 controller 右击controller拷贝 然后在这去 paste 好 controller过来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点点修改 打开这个controller blogged.js 那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它引用了xss 然后引用了mysicle里面的exec 对吧 我们要做什么修改呢 第一个修改就是我们对 我们先把这个函数折起来 一共大约是五个函数 对吧 然后我们对每个函数前面都加这个sync的修饰 为什么要加个sync的修饰呢 因为在这里面 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是直接返回一个promise 就直接去返回的这个 执行cycle的一个promise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不要这么做了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return一个await 大家看这个await必须在async里面 包裹里面去执行 对吧 await必须是async包裹起来执行 然后所以说前面要加个async的一个 把函数给修饰起来 然后eiccycle 这个返回一个promise 然后await去处理promise 它会把promise的result的支揮出来 然后我们就直接return OK这样大家一看是不是就没有那个promise 那个什么一步的问题了 好我们再把接下来的都写了 这里我们就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return这个await 因为eic.cycle.zen 什么什么东西 它返回的还是一个promise 对吧 这块返回的还是个promise 那这个promise就可以直接await出来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做 就是如果写得更加清晰的话 我们可以canstros复制成await 这个这样的话就把这个ros给它取出来了 ros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去直接return这个ros0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么快是比较清晰一些 就是我们通过await把这个执行cycle的这个ros取出来 然后最后returnros0 我们看一下之前这个先执行promise 然后promise.zros 最后returnros0 是不是和这个完全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这么写 这么写看起来就清晰很多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ublock ublock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先去把这个insertdata给它取出来 cast 然后通过await eic.cycle取出来 然后return一个什么呢 return一个这个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写法是不是比这个promise要写的要更加清楚一些 好再往下update 这个update这个也是一样 先把这个updata给它取出来 通过await的方式取出来 eic.cycle 然后return一个 这儿有个判断的 直接考过来 OK 大家看 先通过await 然后eic.cycle这种方式把结果取出来 然后判断这个结果的值 如果这样就这样 如果那样就那样 对吧 好最后一个delete blog 这个就更简单了 然后也是一个判断 这些拷贝 我来继续用就可以了 然后把后面删掉 OK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这就是这个blog.js这个controller的一个修改 这个修改完全是依照于这个async weight的语法来做的修改 好关掉 关掉之后user.js user.js 首先它引用了eic和escape 然后mycycle里面 然后getpassword是通过这个里面引用的 这个我们还没拷贝过来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文件 其实就是个utuos文件夹给它拷贝过来 OK 这样拷贝过来之后 它就有这个getreadpassword的这个方法了 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然后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针对controller里面 针对controller里面这个函数 我们每个都给它加一个async的一个装饰 然后再往下 针对这个执行cycle也是一样 跟刚才是一样的 ros.js复制成 go weight 然后 这个 然后最后返回 好 这么一看是不是就清晰多了 至少从这个写法上再没有一步的情况 好 我们保存一下 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mediaware 给拷贝过来 这样的话我们的controller就已经搞定了 对吧 mediaware里面有个logincheck 这个我们要把这个拷贝过来 拷贝 然后在这儿 暂贴 OK 这里面引用了这个error model 然后expose 因为mediaware是个中间键 对吧 中间键必须符合car2的中间键的规范 首先它是一个async函数 然后再一个呢是什么 再一个是它这个request和response 合并成了一个contact contact 然后 这里面request的session 是contact的session 这个我们上一节刚刚讲过 对吧 然后next 是一个awaitnext 因为 它下个中间键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async的一步的语法 对吧 然后再往下 response.json 我们应该写成contact.body 复制成 这个newerror model 好 这样的话这个login check 这个中间键就已经搞完了 大家看这个中间键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car2的一个中间键的形式 首先是async语法 然后contact的这个 contact是合并request request 然后contact的session 然后contact的body是返回 然后awaitnext awaitnext就是直接去执行下一个 因为它的中间键所有的中间键都是个async的形式 所以说直接用await去执行就可以了 就ok了 好 那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做完了 准备工作做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去写这个blog.js和Uter.js的一些 路由的写 路由的写法当然也是要符合这个controller里面我们做的修改 所以说等会儿会把express的路由直接拷备过来 然后再修改 然后不会花很长时间就会把这个问题给搞定